當他發表出承認九二共識及堅持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民進黨的立委嘲諷他要改92度C 那時代力量說樂見網友的聚滿 但其實受害的人呢 是台灣的店員跟台灣的店家 傷害的是台灣人 一開始當85度C是希望平息風波 說蔡英文只是路過 但沒想到後來是我們的總統府 在補刀在補槍 說沒有不是什麼路過 我們就是事先已經安排好跟聯絡好 而且還說85度C的聲明內容是一種屈辱 這就是把85度C推到了大陸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偏綠營的這些政客 立委 名嘴或者是媒體 卻又在講說 你看85度C變成是統派了 為了人民幣 所以要去抵制他 那麼這樣的一個狀況 發現民進黨他不去保護85度C的 這個身為台灣的商家 他只不過是表達自己一個政治立場 出來作秀而已 那麼過去以來也很多的藝人發生這種事情 不論是周子瑜或是宋雲化 但當時的民進黨都說 我們要力挺藝人 但為什麼同樣的事情發生到了企業上的時候 民進黨卻不僅不挺他 而且還說要抵制呢 搖文治鼓勵大家多消費85度C 這算是唯一做對的一件事情 我們也認為奶茶也好 蛋糕也好 就是大家如果覺得美味 大家就應該去消費 因為政治的考量而不去消費 這是我們一般老百姓個人的習慣 但是民進黨的人 如果他是以官員跟立委的格局跟高度 來鼓勵大家因為政治的力量 不要去購買 那麼充其量你就是跟一般的網民水準 是相當而已啊 好 再次強調 大陸是一般的民間抵制台獨的企業 但是民進黨在過去以來 都是以官方的身份去限縮入資 打壓入資 甚至就連台灣比較侵入的一些企業 民進黨也都要求他出走 比如說郭台銘 所以在這個狀態之下 其實民進黨更是擾亂市場的秩序 當民進黨在對陸配有不公平的對待 對陸生不公平的對待 對陸資設下各種限制 甚至用仇恨的 瞧不起的 蔑視的 語言在面對大陸的時候 那個累積的報應會在哪裡 當然是台灣人的承受啊 你再看看 當8月15日總統府發言人黃崇燕說 任何人將自身的意識形態 強加於國際企業 都不是文明社會應有的表現 那不就民進黨嗎 那不就你台獨嗎 問題是現在當大陸的民間人民 自發性的在抵制一個企業 說我總有不買你的權利吧 我們有什麼資格說 我要罵人家 我必須了解你的憤怒啊 我們必須了解他的憤怒啊 我們必須解決這個憤怒啊 他說我們也譴責 這類侵擾市場秩序 跟言論自由的不當做法 坦白講我真的看不出來啊 蔡總統在這裡怎麼樣 為了要該企業於中國分公司進 你看中國 你不知道人家就憤怒你講中國嗎 進可能說不當壓力 於當地網站發布屈辱聲明 如果這個壓力是來自官方 你可以罵 但這個壓力是人民 你罵什麼罵呢 人家沒有權利不買嗎 你干預人家的消費行為自由嗎 然後說行程不是臨時起義 那賴清德當然也來插花 他說中國又是中國你看 像盲劍客一樣 歐北佛 就是亂砍 歐北佛 這樣子 好 行政員發言人古拉斯 古拉斯有打卡 他也跑出來 也要插花 我們非常同情85度C 必須在中國 對不起啊 你們這些人都是違憲的 違憲的 違憲的 做出這樣的聲明 也反對特定國家以意識形態打壓自由市場 那不就是你民進黨用特定的意識形態打壓自由市場嗎 國民黨黨主席吳敦毅說 這個如果因為這個85度C只是賣麵包飲料 誰去做顧客買他的麵包跟飲料 不是他能控制的 而且既然電開任何人來都要接受都要服務 所以如果因此引起報復性的行動 我覺得太過了 over了一點 國民黨黨團在8月16日說 對於大陸的網友把85度C打成台獨企業 無情無利以失理性 那兩岸的穩定是國家社會最重要的基礎 證明了兩岸關係的惡化 台商企業成為犧牲品 大陸國台辦的主任 副主任呢 隆明彪 這是唯一發言的 他說歡迎台灣企業來大陸投資新業或發展 但同時我們也反對 也絕對不允許任何個企業 一方面在大陸賺錢 一方面支持台獨勢力 和活動 我們的評語是 大陸14億同胞反台獨 那這是一致的民心 那你這些仇中台獨 媚日 這些所有的事情 失去人心的語言 你就是一直一直讓對岸的憤怒 長期累積 最重要的事情是 情況會越來越惡化 我們談85度C 我先跟各位講我們看韓國一個現成的勢力 就是韓國THAD它SAD系統就是建在樂天的總部的旁邊 就是樂天它是一個大規模的公司 這個公司它經營的產業大概也跟85度C一樣 可是我們看到韓國政府無論從胡錦惠到現在的文在寅 他們都是支持所謂的樂天 他是一再跟中國大陸希望重開談判 他重開談判的過程當中 他也希望樂天能夠回去 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 我們看2012年 當日本釣魚台國有化 那所有中國大陸民眾在抵制日貨的過程當中 日本政府做了某些部分的努力 但是我們看我們政府到底做了什麼 我們政府什麼都沒做 罵大陸 那除了會罵 你要一個解決的方法 他罵大陸是幫助還是惡化這個狀況 惡化 就是惡化 像普錦惠也好 像安倍也好 像文在寅也好 他們是一而再再而三 透過外交的努力 希望去跟中國大陸進行一些對話 讓這些企業能夠重回大陸 好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大家不要忘了 2006年反分裂法的時候 許文龍不是發布一篇聲明 請問民進黨有沒有譴責 有沒有譴責 沒有譴責 好 那從2016的周子瑜 2018的宋雲化到現在的85度C 我真的想請問我們的政府 你除了會罵 你除了會講風涼話 你有沒有幫助過企業 這是重點 這個是民進黨的態度 剛剛大家講了很多 那第二個 我就要跟85度C講 樂天他當時就是處理不好 還有吊倒國有化的整個政策過程當中 日本的企業也認為是政經分離的 所以他們的處理方式都都說不能算太好 但是一旦中國大陸 但是一旦中國大陸抵制的時候 你要迅速的救火 你這個時候你考量的不是你的政治立場 你應該考量你的企業生存 不要發布 大陸公司跟台灣公司還有其他的通通不一樣 這個是85度C要謹記的 這張圖片就被挖出來了 2008年85度C 因為大陸當時發生毒奶粉的事件 在台灣也人心惶惶 他基於做生意 他要告訴消費者 要安撫消費者 在台灣的店面掛了布條 可是你看看 現在被人家挖出來 對於大陸的消費者的憤怒 又添加一層了 不但沒有改善又添加一層 本公司所有乳製品 均為直接或間接使用中國製商品 所以真的要努力的做危機處理 因為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那所有的消費者市場 他所發動的抵制的事件 85度C是第一個嗎 不是樂天有過 樂天之外呢 我們在台灣 我們也曾經自發性的去抵制 那個頂心 因為頂心有劣質油的事件 結果我們開始發起滅頂行動 包括牛奶泡麵 所有的東西全部 全部都把它趕出去 連頂心持有的101的股權 也壓迫他 要把它賣掉 結果呢 被日商伊藤中買掉 我們台灣的指標建築101 37.17的101股權就給了伊藤中 好 再來2017年的10月27日 西班牙因為他杯葛加泰隆尼亞 獨立嘛 他要獨立嘛 好 你獨立 我就杯葛你的食品 你的汽車 你的貨品 我懲罰你加泰隆尼亞 所有在加泰隆尼亞的企業 我全部懲罰 包括伊托拉庫 所有東西最有名的 圍棋礦泉水 還有所有的東西 怎麼辦 這就是非常著名的 發生在台獨最崇拜的歐洲 再來Google的廣告 出現散播仇恨思想的網站 或YouTube影片中 結果呢 包括250家知名的企業 聯合抵制 麥當勞 百事可樂 沃瑪 星巴克 所有的都來抵制 然後服飾大廠HM的廣告裡面 把黑人小孩的衣服上面寫著說 叢林裡最酷的猴子 南非消費者 立刻二話不說抵制 有沒有人去罵他說 這是不是非文明的社會 就是你不能夠永遠 對中國大陸兩套標準 我們疼惜這家在台灣 起家努力打拼的企業 可是你不能每一次都用仇中 更加仇中的語言 來對付這麼多這麼多的抵制 抵制就是抵制 王豐大哥 我想每一次發生這種 類似85度C事件的時候 台灣社會大概都只會一窩蜂的吵 可是從來沒有從中 得到一些反省或者是反思 我認為85度C的這個事情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台灣社會 普遍存在的就是國族認同的錯亂 蔡英文去跟獨派講 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他們就是要去高台 從修改歷史的克剛 我們就知道 他就把他就是要切割去中國化 而且是認同某種程度 大家還認同他的主國是日本 這個事情我想對很多人 是無法容忍的 這個地方